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最新的白宮記者會上 遭受來自鳳凰衛視的女記者的針鋒相對 這名女記者的名字叫做黃右右 她在記者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 她說上個星期阿里巴巴和華為等中國企業 才向美國捐贈了大量的醫療物資 而中國駐美大使崔天海也作出呼籲 說中美要在防疫問題上合作 她問特朗普會不會在防疫上直接與中國合作 特朗普總統聽完以後就取笑她 你這個像是發表聲明多過一個問題 她說中美雙方在不久之前才簽署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 中國當時答應會向美國採購大量的農產品 特朗普期望中國會實踐承諾 若然中國違反承諾 她將會有一個不同的答案 但這名女記者無視特朗普的回應 繼續追問她究竟中美兩國會否在防疫事宜上合作 可能特朗普就覺得不耐煩 然後就來了 特朗普首先問她 Who are you working for? China? 這名女記者又說 No, I'm working for Hong Kong 特朗普說 Who are you with? Hong Kong Phoenix TV Who owns it? China? Is based in Hong Kong? Is it owned by the state? No it's not It's private owned company 特朗普說 OK, good 真是怕你 不知道算不算是老點了特朗普 首先這名女記者 其實她是三次不認中國 人家問你 到底你是否為中國服務 根據一個中國的大原則 邱騰華局長教的 林鄭月娥為邱騰華局長背書 就說要堅守一個中國原則 凡是香港的媒體 包括香港電台 鳳凰衛視又自稱是香港的媒體 為何你又說自己不是來自中國 就說自己來自香港 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下 這種說法就顯得完全是政治不正確 難道你是想搞港島 根據林鄭和邱騰華局長的邏輯 你絕對可以說自己來自香港 只不過就不能夠違反一中原則 那你可以怎樣說 就說自己來自中國香港 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 英語就是香港 就是香港 中國 或者是HKSAR 你不能夠單獨說香港 違反一中原則 我想請問邱騰華局長 你這麼空間可以去看廣播處長梁家榮 說他的默薄節目 違反一中原則如何如何 那麼你到底會不會召見 這個鳳凰衛視的董事局主席 兼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 就訓斥一下他這名的女記者 違反一中原則 會不會雙重標準 當然你就可以說 這個是民辦機構來的 這個是雙型機構來的 他就有新聞自由 我們不可以干涉他 你出來說 你出來交代 為什麼你不干預他 因為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 所以你就可以干預他 是不是這樣呢 還有 這個鳳凰衛視 實情在香港有多少人 會視他為真是一個香港的電視台 都成為疑問 大家就可以看看鳳凰衛視的股權架 大股東就是劉長樂旗下的一間公司 劉長樂根據維基百科所說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因為維基也可以亂寫 就說他曾經在大陸擔任過軍官 這個擺明就是紅色背景 第二大的股東是什麼人 原來是中移動旗下的一間全資附屬的子公司 在這樣的背景下 這間到底是屬於民營企業 還是根本上是紅色的資金 不過就披上一間民營企業外衣的電視台 而且這間電視台 到底他的面向是香港的觀眾 還是大陸的觀眾居多 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資料顯示 鳳凰衛視所持有的牌照 就叫做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就說明並非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 已經是非常清晰 根本上他的面向就是以大陸人為主 因為鳳凰衛視這麼多的台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普通話廣播的 只有一個香港台就以粵語廣播 而且在香港要免費收睇鳳凰衛視 都不是那麼容易 你不能夠通過電視機 架設那些天線 或者是通過大廈的天線 來接收鳳凰衛視 因為他不是通過無線廣播 一般來說他通過有線電視服務 比如說Cable、Now 這些頻道是附送給你看的 即是說你沒有安裝有線電視服務 你就看不到 除非你上網看 上網看就不在電視機看 所以電視機要看到鳳凰衛視 其實都相當困難 說回這個記者會 你這一名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豈不是披著香港品牌的外衣 走去向特朗普總統挑機 那就不太說得過去了 而且你就像有特權一樣 可以在記者會之上 三次不認中國 若然這一名記者 不是來自鳳凰衛視 而是來自香港電台的話 都可以肯定 這一名記者將會遭受到 來自建制派、藍絲 和大陸小粉紅的口珠不伐 一定會一大頂的港獨帽子 扣在記者的頭上 但是這一名來自鳳凰衛視的記者 就可以有這個特權 就可以將中國和香港 去differentiate 那麼這是什麼邏輯 什麼標準呢 是不是搬龍門呢 當這一名女記者 遭受到網絡一片罵聲 質疑她是不是搞港獨之際 有一名行家就出來 替她補嫁護航 替她解圍了 其實就是在上演一出 不分化不割蓋的戲碼 非常精彩 絕對值得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那名行家就叫做 王蕭Albert 這名王蕭到底怎麼說呢 就發表了一條微博的貼文 就說 此次美國疫情的報導 多數國內的記者都不如 鳳凰衛視王柔柔所做的貢獻大 那麼她就開始幫她解圖了 第一她所說的不是為香港工作 而是為香港鳳凰衛視工作 只不過她第一次說香港的時候 就被特朗普打斷了 第二 說她口音的互聯網英語老師 你是哪裡的妖怪 人家直接跟美國總統 發出中國的聲音 她用英語傳遞的訊息非常清晰 美國人也沒有發出聲 你跟中國人在那裡糾纏口音 很離譜 這些細節位都幫人保駕護航 不得了 第三 說不必要幫她靠一頂港獨的帽子 一個人說的話 要考慮到她所身處的環境 大家不要把朋友逼成敵人 這些完全是不分化不割席的極致 實情藍絲和這些紅粉就做到十足十了 黃絲在這方面也要努力一點才行 不要只會顧著批評和路人 這些是沒有作為的 好了 實情這一名黃囂所發表的微博貼文 同樣可以用來駁斥邱騰華局長 邱騰華局長去說那名港台女記者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根本上你就是沒有顧慮那名記者 她說話的時候所身處的環境 對吧 而且你也沒有顧慮到 根本上不是所有世衛組織的成員 都是主權獨立國家 至少有兩個正式的成員 分別就是紐西蘭的附屬國 紐埃和富克群島 你邱騰華局長在質疑那名港台女記者 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時候 到底是不是你心裡有鬼 是不是你心邪 似乎是你邱騰華局長和林鄭 將台灣視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就多過那名女記者 但是似乎沒有記者和立法會議員 引述這個資料來駁斥邱騰華和林鄭 你應該以這個特例 來反正邱騰華所說的是錯誤 他是原則性有錯誤 因為他以為所有世衛成員 都一定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前設都錯了 對不對 他的結論一定是錯的 怎麼會違反一中原則 最後我們就想說一下 關於香港的品牌 香港品牌在國際社會上 仍然還有一定的價值 所以中國就經常拿香港來消費 鳳凰衛士只不過是其中之一 還有很多企業 紛紛就以香港來命名 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香港航空 明明他的母公司就是海南航空 他又不改自己的名字 叫做海南附屬航空 或者南海航空 就叫做香港航空 好像以香港來的命名 就比較輕鄉 又不局限於那些企業 人都是一樣 比如說那些留學生 前陣子才有留學生去到澳洲 報稱自己是來自香港的 其實他就拿著中國護照 再說那些專才就是這樣 甚至孟晚舟 走到外國也是持有香港的護照 為什麼他不用中國護照呢 所以香港仍然是有一定的價值的品牌 但是真正的香港人 似乎是不准用的 比如說香港電台就是 香港電台就是 正正以香港命名的一個品牌 但是他屢租打壓 似乎目前的趨勢就是 真香港人就不能再用香港的品牌 要留給大陸消費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